大家好,我是安大雄 上期视频我们说了灾难化思维 很多时候让我们产生焦虑恐惧的 不是真实发生的情况 有很多是自己灾难化的想象 总是担心一些坏的事情会发生 有些朋友可能就问了 在我身上确实发生了很多糟心的事情 比如说失恋,考试失败,工作不顺 还有别人的批评指责 还有现在我都有焦虑症抑郁症了 或者难受 这些事情它就是实实在在发生的 它不是我的想象 没错,很多事情不是我们能够完全掌控的 但是当这些苦难和挫折到来的时候 我们仍然有选择的空间和自由 就是我们可以调整自己对这些事情的看法 这些看法不仅影响了我们的情绪 还会影响我们的所作所为 首先,我们先要看看自己是用什么样的标准 把一件事情看成好或者坏 对或者错 这就是本期视频要说的第二个认知误区 非此即彼,或者叫非黑即白 也可以称它为绝对化思维 我们对事物和对自己的看法 决定了自己的情绪 这是认知疗法最基本的观点 但是评判一个事情 必须要有标准 我们需要把事情按照一些标准 把它们区分开 这是对的 那是错的 这是成功 那是失败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很容易陷入到一个误区 就是把这相对的两个概念 完全对立的看待 我只要成功 不能失败 只有更好 不能变坏 就陷入到了偏执的状态 那么这种绝对化的思维 就是很多完美主义者的根源 我们从小都被教育 这是对的 那是错的 成功呢就会被夸奖 这是好的 失败呢就会被批评指责 这是不好的 于是我们就对犯错误 对失败的结果 有一种天然的厌恶和抵触 那么久而久之呢 我们就会越来越极端的去追求正确 追求成功 追求好的 快乐的 去拼命的想摆脱错误的 失败的 痛苦的东西 甚至在我们的心里边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公式 成功等于快乐 等于好 等于对 失败等于痛苦 等于坏 等于错 于是我们就把世界一分为二 把它们区分成了像是黑和白两个完全对立的世界 只有成功了才能避免失败 只有快乐起来才能摆脱痛苦 只有一直是对的才能够避免犯错误 但这样的划分啊其实是很肤浅的 就像是我们小时候看奥特曼打小怪兽一样 奥特曼呢就是正义的 怪兽啊天生就是坏的邪恶的 小孩嘛 什么动画片里边很多都是脸谱化的 但等我们长大之后啊 我们就会发现没有绝对的黑也没有绝对的白 黑和白之间啊都是彩色和灰色 而且非常的丰富 也没有天生的坏人也没有绝对的好人 没有绝对的好和绝对的坏 好和坏其实是相对的 我们举个例子来说 那失恋是好还是坏呢 很多人遇到失恋 就会把它定义为失去爱人 是痛苦的 被抛弃了 但失恋 只是代表着两个人条件不合适 或者是对方忙着时间管理 多人运动 失去一个不值得的人 不合适的人 其实反而是好事 好腾个空出来给合适的人嘛 如果自己失败了 到底是好还是坏呢 有的朋友遇到挫折呢就很灰心丧气 对未来就会失去信心 失败了 收获的是经验 事情没做好 找原因 然后继续改进 但不等于自己就是一个失败的人 成功的路上 不可避免的得走点弯路嘛 我们就看这几个生活中很常见的事情 不同的看法就产生了不同的情绪 所以我们必须要思考一个问题 到底是谁在赋予这些事情意义呢 其实是我们自己 古希腊的哲学家普罗泰格拉 说过一句好像很自大的话 人是万物的尺度 生活中大部分的事件 其实都是我们自己在不断的定义它们 这是好的 那是坏的 这是对的 那是错的 同样的事情 不同的人都会有不同的看法 那不同的看法又产生了不同的争论 在争执的过程当中呢 就演化出了冲突和矛盾 但所有的看法本身都是一种信念 都是自己赋予它的意义 我只想快乐 不想痛苦 我只想要成功 不需要失败 我只需要别人爱我 别人不能够离我而去 我只希望别人按照我的要求来做 因为我是对的 我不能够接受别人的意见 因为别人是错的 那么这个时候 自己就变得越来越偏执 我们就成功的被自己创造出来的概念束缚住了 其实一件事情发生之后 我们对它的解读 是可以有相当大的空间的 当一件事情发生 它只是一种现象 既好又坏 不好不坏 只是条件够了 它就产生了 条件不够 不存在了 就消失了 这种生灭是很自然的 但是我们习惯性的去评判这些事情 与自己建立联系 去赋予它们意义 之后我们就会产生了相应的情绪 而情绪往往就忠实的 反映我们对事物的看法 我就举个我自己的例子来说吧 我是高中的时候焦虑的 我焦虑什么呢 那当然是成绩了 我害怕我考不好嘛 害怕失败 被嘲笑 被看不起 于是就逼着自己 不断的努力啊努力啊 直到爆发了焦虑症 然后呢 我就被迫修学 在家待了一年多 当然在这期间啊 我也试着去过几次学校 但是一坐在教室呢 整个人啊 就完全不行了 就浑身发抖啊 出汗啊 烦躁不安 心慌的厉害 就是惊恐的反应嘛 我就不多描述了 后来呢 我就在家休养 但是也不好受啊 每天都在想着 我现在越来越糟糕了 以80m的速度 朝最失败的方向狂奔 距离自己认为的那个正确方向 越来越远了 我当然难受了 抑郁啊 焦虑啊 恐惧啊 就不可避免的都来了 最后我在家过了半年多 也彻底放弃了 心凉了 还用想嘛 是吧 高考肯定失败了 我当初最害怕的 那个最坏的结果 就真的发生了 我也认定 我这辈子 基本上就废了 时间呢 在一天一天的过去 我对这个事情的看法 也在逐渐的发生变化 慢慢的 这个好与坏啊 我就不想纠结了 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嘛 就这样吧 谁也说不准未来对吧 在当时呢 我也没有什么顿悟 也没有什么荔枝啊 高级的一些想法 我的悟性没有那么高啊 但我呢 至少接受了现实 不再去执着的 评判现状上 就这样吧 就这么一点点的转变 我的情绪 虽然没有完全的恢复 但得到了缓解 因为我不再去厌恶自己 现在的处境了 不再去想方设法的抵抗 自己的现实情况 所谓的最好和最坏 是自己认为的好坏 而未来真的不一定啊 好与坏 对与错 成功与失败 得到与失去 我们经常把两个面 对立起来 就很容易让自己陷入到 偏执的陷阱里面 只能好 不能坏 只能对 不能错 我是对的 你就是错的 我只能成功 不许失败 当我们把这个假设套到现实当中 你会发现 怎么套 都是不对的 因为自己的认知和现实 它就是不符合的 因为很多事情啊 既好又坏 既对又错 人类是既渺小又伟大 人性本来有善也有恶 我们不能只看到其中的一面 那么这两者呢 还有互相转化的关系 想要对 你就要经历错 想要成功 你就要通过失败的考验 想要得到 你首先就要付出 焦虑症抑郁症的朋友 会把自己的现状看得很悲惨 很失败 但它真的是很失败的吗 你的未来 会因为它越来越差呢 还是越来越好呢 在一开始啊 我们只知道 痛苦就是不好的 难受就是不对的 焦虑抑郁就是错的 它是脆弱的表现 可没有烦恼 哪里来的觉悟呢 因为焦虑抑郁 我们不得不去重新的看待自己 去学习很多的方法和知识 去解决自己的问题 那么最后 这些痛苦的感觉 都会逐渐的消失 因为等你康复之后 这些感受啊 就像是做了一场梦 基本上都忘了 但是你学到的东西 留下来了 你的内心成长了 你的感悟 会伴随着你余下的生命 成为你未来幸福快乐的养分 那么它好还是不好呢 是对还是错呢 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没有给大家推荐什么具体的方法 只是希望大家 不要总是急着去评判一些事情 总是拼命的去控制 带着强烈的企图心 想要把现实 变成自己想要的那个样子 总是在进行某种变成的活动 这是很费力的 我们缺乏一种顺其自然的智慧 我们需要接受和包容的胸怀 不要总是厌恶当下 去追逐着我要怎么怎么样 我要如何如何 我要康复 我要成功 还是放下评判吧 看看自己拥有什么 自己正在做什么 我正在欣赏一朵花 我正在看一本书 我正在吃一顿好吃的 这其实就足够了 当我回顾自己的过去 假如我高中的时候没有焦虑 现在的我就不可能去做视频 跟大家相遇吗 很多事情当你回头 去串在一起思考的时候 生命的奇妙和乐趣 才真正的展现出来 原来你看起来很错误的路 反而让你看到了更多美好的风景 可能比别人累一点 但也很值得了 本期视频的重点呢 主要是讲这个评判标准 下期视频呢 我们就着本期的思路 去深入的了解一下 下一个思维方式的问题 就是必须和应该 那么这个思维方式 就是绝对化思维的延伸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是安大雄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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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再见